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进入到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 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照着总会的期待 我们也发动了在每个安息日上午来进行进食祷告 我们为世界来代祷 为台湾来祷告 也为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代祷 在这么疫情严峻升温的情形之下 我们借着进食祷告 求神能够加添我们信心 那我们能够全力的来仰望这位天上的神 在诗篇的第五十一篇 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十七节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倾看 所以从诗篇五十一篇的十七节 我们看到作者声称的体配道 我们面对忧伤的时刻 他不轻看我们的祷告 随书也曾经这样说 有困难 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们今天上午要来分享 论道禁食祷告的意义 相信这样的道理 我们常常听说 我们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们再次的来分享 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 要从两个部分来谈 一个部分是禁食祷告的时机 一个部分是禁食祷告的态度 就是禁食祷告该注意的事项 我想神对我们的期待 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我们也不让这样的禁食祷告 成为行使化的一个宗教的行为 首先来谈谈禁食祷告的时机 我看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马太福音十九章的第十四节 这里说到了约翰的门徒 有一天来找耶稣 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都常常来禁食祷告 那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后来耶稣就对他这样说 天狼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 那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 但日子将到 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其实这里是耶稣 说到自己就是那新郎 陪伴的人指的就是门徒使徒 当时的这些 我们看到有些人禁食祷告 所以说常常禁食祷告 这是一向禁钱的人 所应该要有的表现 而是很多人用这样的一个宗教行为 以此来炫耀 耶稣说但那日子将到 指的就是耶稣要为我们受死这件事 当耶稣离开他们之后 这些门徒们 他们就要禁食祷告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耶稣离开门徒了 升天来到自己的宝座的右边 到将来他要来到世上来审判事件 所以跨越了整个末后的真教会的信徒 因此禁食祷告的时机 各代的信徒 我们都应当要来禁食祷告 从禁食祷告里面 有看到个人的禁食祷告 有急重的禁食祷告 以及特殊的禁食祷告 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他看到有一个人 女先知就是亚拿 他不离开当时的圣殿 他常禁食祈求 他选择昼夜来到神的面前侍奉神 所以这是最典型的 个人的禁食祷告 接着禁食祷告 而且在神的圣殿 来奏业侍奉神 也看到许多的信徒 他们也常常的禁食祷告 所以禁食祷告 不是行事化的禁食 要禁食也要祷告 要见着禁食 在神的面前来忏悔 这才是有意义的 第二种是 急重式的禁食祷告 我们看立位记 在立位记的第二十三章 立位记的第二十三章 在二十三章的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 你们要守为圣会 并要刻苦己心 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 当这日什么功都不可做 因为是赎罪日 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来赎罪 这里讲到了 极重的禁食祷告 什么是刻苦己心 这里的刻苦己心 通常是指着禁食 忏悔 还有祷告 从前后文 我们看见他们紧接着 为罪来忧伤的 所谓的赎罪日 接下来就要进入 欢乐的祝宝节 在二十三章这里 我们看见 在整个犹太人 他们除了守安息日 以及节旗信的安息圣日 与他们的犹太地的 羊历的九月份 其实就是七月初一 七月初一是吹角节 七月初十是赎罪日 再来就是祝宝节 这有一天 第八日 就是严肃会 那这里这样说到 他说 从地位记的二十三章 在二十三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在七月初十是赎罪日 你们要守为生日 并要刻苦举信 对几重式的 进食祷告 当时的百姓 他们是常有的 另外一个 就是在耶尔书 耶尔书的第一章 耶尔书一章的 一章的第十四节 你们要分定 进食的日子 要宣告严肃会 要召集长老和国中 一切的军民 看到神的圣殿 向神来哀求 这里说到什么呢 他说要分定 禁食的日子 什么是分定 禁食的日子呢 第一个就是 宣布特别的日子 为灾祸来禁食 在十三节这里 这里先是提醒那些祭司 他们要他们能够 受邀麻布来痛哭 要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哀嚎 要他们披上麻布过夜 为什么要他们悔改认罪呢 我们看十三节 宣记和电记 从你们神的电中断绝了 什么给他们献祭了 因为百姓 因为整个国度 百姓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神就荣喜敌人来攻打他们 如同蝗虫过境一样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认罪 因为神不仅是降祸 也必要降福 只要我们能够悔改认罪 神就会将平安恩典福气赏赏给他们 所以这里提到要分定禁食祷告的日子 旅正宗的翻译本 如果旅正宗的翻译本 这样说 旅正宗的翻译本 要行圣礼 你因尼定禁食 宣告圣结会 所以要去拒绝众长老 还有国中一切的百姓 来到神的圣殿 向神哀求 前面是说要为灾祸来进食祷告 李正中翻译本说要行圣礼尼定尽食 刚刚前面有说过 七月初一是吹脚节 七月初十是孰子日 接下来是祝童节 接下来第八日就是圆树会 对这些日子的来到 因此要分定进食的日子 感谢神我们在面对灵安布道会的到来 感谢亚伯爷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日 我们几乎是在半个月前 甚至有人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进食祷告 所以进食祷告的时机 有个人的禁食祷告 还有极重的禁食祷告 那你会想说到了新约圣经 到底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禁食的节旗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27章 《使徒行传》第27章 在27章的第9节 这里是保罗随着兵丁 他们正前往意大利的航道当中 在第9节这里说走了日子多了 而且已经过了近时的节旗了 这里指的就是赎罪日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犹太历当中的7月初始 那么如果用洋历来看的话 就是9月下旬 或者是在10月的上旬左右 除了个人的禁食祷告 再来就是特殊的禁食祷告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9章 《使徒行传》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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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将亚巴鬼给赶走 后来耶稣就对他们这样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就凡事都能 后来耶稣的一句话 让这个被鬼复杂的 病得到医治了 所以耶稣就凡事都不得到医治了 18节这里耶稣他机会教育 把门徒召集过来 对门徒讲说 你们为什么不能把这鬼给赶出去呢 耶稣对他们说 非要用禁食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啦 特殊的禁食祷告 常常会运用在赶鬼的时候 相信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听过 或者是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再来就是拆派圣工的时候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 在十三章的第一节 这里说到当时的安提亚教会 有几位先知还有教师 看看有五位 有巴拿巴 还有西面 还有路球 还有马念 还有扫罗就是保罗 第二节 后来教会 他们侍奉神 他们禁食祷告 圣灵就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前面有五位 他们是赐奉神的 是禁食的 就在这个时候 圣灵就猜浅他们 其中两位 巴拿巴跟扫罗就是保罗 在第三节 所以他们就禁食祷告 守在他们的头上 就猜浅他们出去了 那第四节 他们被圣灵所猜浅 这是我们看到先知跟教师 他们奉猜浅 我们看第十四章 在十四章的第二十三节 这里是保罗同工们 他们来到了 这个路斯德 还有安提亚 后来他们就在这些教会当中 显逸了这些长老 后来又禁食祷告 把他们交托给天上的神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特殊的禁食祷告当中 可以应用在赶鬼的时候 在害工人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在第七章的第五节 夫妻不可彼此恢复 除非两厢情愿 分房 会要专心祷告 后仍然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的情 情不知尽 引诱了你们 各位会想说 这到底跟禁食祷告什么关系 我们看这里说的专心祷告 这里的专心的原意 就是禁食 所以在这里提到了夫妻的关系 那么为了禁食祷告这件事情 那么必须要两厢情愿 禁食祷告 暂时分房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恶俗的禁食祷告 应用在赶鬼的时候 开派工人的时候 以及在夫妻之间暂时分房 为了是要禁食祷告的时候 那么既然禁食祷告这么样的重要 从个人的禁食祷告 民众的禁食祷告 直到特殊的禁食祷告 这都是可以应用到今天 我们在真教会里面 我们禁食祷告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的禁止祷告 我们不让它成为宗教的仪式 让它成为宗教的形式化 真真实实的将我们的心灵 呈现在神的面前 禁止祷告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我们为什么要禁止祷告呢 第一个就是要在神的面前 悔改认罪 第二个就是要在神的面前 刻苦己心 第一个就是要求神来帮助 来搭救我们 第四个就是要寻求神的能力 第五个就是要寻求神的智义 神的智慧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有关认罪悔改这件事 我们一起翻开明西米记 我们翻开明西米记 在明西米记的第一章 明西米记的一章 在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 我们从这里看见了 这个 犹大国 百姓 原本被掳到北方的巴比伦去 后来在神的怜悯之下 七十年之后 他们归回来到原有的故乡 重建神的圣殿 从第一章这里我们看到了 有人把家乡的事情 光景来告诉当时的明西米 在第三节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如归回剩下的人 在犹大神遭大难受灵目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所焚烧了 这里看到了整个国家即将要灭亡 国家兴亡体肤有责了 国家和父亲的父亲 现在还要负责 在第四节 林西米听了这话 就坐下来痛哭了 他在面前来禁止祷告 他在祷告当中悔改认罪 在祷告当中很求神帮助他 接着禁止祷告 看见自己的责任 后来神就拆遣了林西米 让他能够顺利的来到自己的国度 为他的国家尽一份心力 但与里也是一样 在第九章的三到二十三节 但与里书的第九章三到二十三节 拜与里深深地体会到 如果神的百姓能够返家 为父亲自己的家园来祷告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 他仍然是在神的面前来认识悔改 禁止祷告 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尼尼围城的人 我们看到了先知来到了 北方的亚述国的尼尼围城来传警告 原本这个约拿 他不愿意到北方去传警告 是借着神的代理 他顺服神的主权 我们看到当约拿命运来传警告的时候 没想到合成的人 居然能够信服神 宣布继续祷告 所以在耶拿书的第三章第五节 尼尼围城的人信服神 他们都归向神 所以禁止祷告的态度很重要 什么要禁止祷告 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谦卑 顺服等候圣灵的启示 所以要让禁止祷告成为形式化 这样的禁止祷告一点意义都没有 应当要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哪里有得罪神 要借着禁止祷告当中 来重新调整自己的脚步 认罪悔改就是恩典的灵道 那么这是第一个 所以禁止祷告的态度 我们应当要来认罪悔改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看 那个就是我们禁止祷告的态度 应当要刻苦谨心 我们看以斯拉记 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八章 以斯拉记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二十一节 这里说到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尽时 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谨心 求祂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 多得平坦的道路 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重新来反思 在二十二节这里说 他其实是有能力来请求王波步兵来帮助他们 虽然这个过程会遇到许多患难 可是他对他所信的神有坚定的信心 同时在归回的时候 遇到患难也必蒙神保护 所以在二十三节这里说 所以我们禁食祈求 我们的神 祂就应允我们了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不顺顺的事情 机会永远赶不上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 也许你正在面对一些两难之间 但是我们看到以斯拉他的决定是什么 他除了自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他要带领一批被卢归回的百姓 所以不是一两个人 是好几万个人 所以他的责任是非常的大 虽然能够寻求王的帮助 他也有这个理由可以寻求 可是他却能够借着禁食祷告 刻苦己心 什么是刻苦己心 我们看传道书第三章 传道书的第三章 传道书三章的第十节 三章第十节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这里的精炼 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 所以刻苦己心就是要来精炼 然后纪念什么呢 我们看诗篇的一百三十二篇 诗篇一百三十二篇 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第一节 用法要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 所以这里说的苦难 就是受精炼的意思 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文士以色拉 他率众来宣告禁食祷告 就是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来 借着操练 操练去精炼苦难的 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 继续祷告 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悔感认罪 要来刻苦己心 我们看耶和书 我们看耶和书第二章 二章的第十三节 二书的第二章 二章的第十二节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禁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 不撕裂衣服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 不经意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或者他转意后悔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 和奠记 也未可知了 这里讲到了 悔感认罪的重要性 刻苦挤心 就是要去禁恋苦难 什么是禁恋苦难 禁恋苦难 就是要来撕裂心肠 所以说不撕裂衣服 不要做外在的动作 不要虚情假意 是真心的把心撕裂 在神的面前悔改 他还禁止祷告的态度 我们就是要求神大救我们 我们看历代自下 我们看历代自下的第二十章 历代自下的第二十章 在二十章这里记载了 这个北方的亚兰与东大军要来 第三节 这个王叫做耶沙法王 他非常的害怕 可是虽然害怕 他却能够定义的 专一的来寻求神的帮助 后来他在全国宣告禁食祷告 能够求神帮助 所以全国的人都同王 耶沙法王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知道他们所信的神 是四人平安的神 所以从第十四节 后来神的灵就灵到了 这个亚哈西 对于百姓跟王说 神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着大军恐惧 君皇 因为圣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天上的神 所以十六节 神告诉他们方法如何做 告诉他们不要紧张 你们只当明天 能够出去来迎战 神必与你们同战 所以二十节 当他们禁食祷告之后 所有的百姓同王 同心合一 后来他们设立了师班 二十节让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在军事的面前 来向神称赞 22节神就差遣了天使 来击败了这些敌人 所以禁食祷告 我们就是要求神来搭救我们 你正面对病痛的状况 或者是你正面对了许多的状况 让你无法自拔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寻求神来搭救了 耶沙法王是这样做 虽然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 后来神就与他们同战 我们禁食祷告 如果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各国己心 也能够求神大救的时候 同样的以色铁王 以色铁女王 她也是一样 寻求神的帮助 在禁食祷告之后 神也搭救了整个犹大国 在民宿记的第十一章 在民宿记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神对摩西这样说 神的帮币岂是缩短的呢 今天我们依靠神 神的帮币不会缩短的 这是禁食祷告的态度了 那么禁食祷告 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寻求能力 马太福音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这里记载耶稣 他接受了 施血和洗礼之后 后来圣灵就带领着 耶稣来到了旷野 在旷野当中 经历了禁食 适食祷业的禁食祷告 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十四节 还有耶和福音的第三章 这里都说到耶稣他后来蛮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了耶路加利利 而且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释放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非常需要耶稣基督的能力 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能力 来不是教会信徒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在一章的第八节 这里讲到圣灵的重要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了 保罗对提摩泰也这样说 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得了圣灵 我们应当是要有能力 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我们近时祷告 就是要寻求神给我们的能力 那么能力就是要 给耶稣基督做见证 思考看看 我们都有圣灵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能力 那为什么没有能力 我们没有能力给耶稣做见证 我们没有行道的能力 我们也没有听道的能力 更不要想说传福音的能力 彼得这样说 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二章的第九节 这里说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有军中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这是我们身份的改变 如果这样我们要有责任 所以说的要宣扬 那招我们出黑暗 露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要传福音 我们得圣灵 我们有没有能力 为耶稣基督传福音 那么第四章这里说 彼得前书第四章 这里说我们要效法 基督在肉身受苦 那么第二节 你们要存这样的心 受苦的心智 可是我们也没有这样的 受苦的力量 所以近时祷告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证悔改 近时祷告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刻苦己心 近时祷告是让我们能够 求神来大救我们 近时祷告是要来 寻求从神来的能力 同样的近时祷告 是要寻求神的旨意 来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 的二十八节 我们看到摩西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山 来领受神的诫命 同样的 以色拉记的第七章的 第十节 同样的 以色拉定义 考究遵循神的律法 并且将绿绿 点赞教训神的百姓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都要来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的路上的光 也许很多时候 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可是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 我们也能够借着近时祷告 来去明白神的旨意 可见近时祷告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近时祷告的态度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要悔改认罪 因为罪恶是阻挡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在一章的第八节 我们若认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了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错 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近时祷告的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要来悔改认罪 当我们能够这样做 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代求 不管我们是为了什么 或者是为了自己来近时祷告 或者是为别人来代祷 不管是为了教会祷告 或者是为了国家来代祷 不管是为了信仰祷告 或者是为了疫情来祷告 我们知道我们还没祷告之前 神早就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这样的近时祷告的过程 我们个人的属灵的品格 有没有被提升 能够能不能够更加的谦卑 等候圣灵的启示 我们能不能够 用圣洁守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不管是在近时祷告之前 或者是在近时祷告当中 或者在近时祷告之后 我们都是存着一颗坦然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这一切都不需要夸口的 因为这样做本来就隐当的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最后来唱诗 我们的赞美诗 258首 最后三一歌 258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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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